好了,最重要是上身做好了 最重要是靈魂的頭盔 和整個空間怎樣挺 不是軟面的一套 好像棉衣那樣 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秘密 就是去任何的五金店買一些 玻璃纖維的膠漿 基本上是可以開了之後 去有一個貼貝 貼貝之後就真的好像茶底 這樣塗 譬如說你的頭盔 我們將軟膠 將它塗薄薄的 大概三層 每一層相隔的時間 這次真的要長一點 起碼超過一個小時 乾了之後再塗 乾了之後再塗 它的形狀就會 暖暖暖的 這就是令到一個很普通的軟膠 或者小孩子的膠 變成了模仿規格的背後臂 好,還有胸甲一樣 胸甲我們本身 鏈合了之後仍然是軟軟軟的 一樣道理 我們用了一個玻璃纖維的膠 塗了底 固定了形象 記住不要貪心 一定要塗幾針 還有要晚上通宵出去 看好位置 當天今睡覺的時候 空格就已經成形了